跑到床上看手机舒服 躺着看手机眼睛会瞎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西西爸爸 奶奶回去五六天了 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西西跟着奶奶睡的话 她平常可能就五六点钟就醒 那跟着我睡的话 你看现在到了八点多钟 她还没有要起来的意思 如果是跟着奶奶的情况下 老早就爬起来了 要不要起来 躺在床上看手机舒服 躺着看手机眼睛会瞎的 那你有没有躺在床上看过 有没有 你看这地上又是这么脏 这桌子上又是这么乱 经常有朋友说我们家里比较乱比较脏 今天就让妹妹告诉你们 这些都是怎么回事 这地上这些东西都是你弄的是不是 你看一下地上这些东西 是不是你的卡片 你看一下 还有你看桌子上 这些玩具是不是都是你的 是不是 是谁弄的 你这手在指着谁 什么东西都是姐姐弄的 是不是 你有没有弄过一点 没有 没有 不好意思说了吧 其实确实是大部分都是西西弄的 但是跟西西沟通不了 她也理解不了 是你弄乱的次数多一点 还是姐姐弄乱的次数多一点 是姐姐 那是你收拾的次数多一点 还是姐姐收拾的次数多一点 也是姐姐吗 要是姐姐 你是不是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说是谁弄乱的次数多一点 是姐姐是吧 那是谁收拾的次数多一点 会去收拾收拾一下 难道不是你吗 完蛋完蛋 你这个人脑袋睡回去了 你早打收拾 走吧你 不要 收拾的话 妹妹有的时候乖的时候 还是会收拾的 就是把她抽屉 把她的柜子里面都给收拾一下 你快穿好衣服 给你做早餐去了 你也把手机拿过来 不许看了 现在给他们做早餐了 将近9点钟吃早餐算不算晚了 每天也不知道给她做什么 出去买的话也不知道买什么 买了买去就那么几样东西 感觉也挺麻烦的 给她蒸个鸡蛋吧 还不怪自己穿衣服 你的鞋子在哪里去了 走着走着又把鞋子这样一脱 我都丢在这里 你的鞋子又穿反了 来坐在这里来换一下 来过来 来呀 我教你换一下 来坐下来坐下来换 把它拖下来 拖下来换一下 好 再换一个脚穿 这就叫换了是吧 好多东西不是不教她 而是教了她十遍百遍千遍 她还是一样的 就是她想理解的时候 她就理解了 不想理解的时候 你怎么教她 她都是没什么用的 你还不去刷牙洗点呢 我刷了 我洗了 那好吧 那吃早餐呢 来 吃牙 你和姐姐也能吃一半 你在干嘛呀 你还在给我洗碗呢 洗干净了吗 好了好了 开门 开门走的 上班去了 开不开门 你没扭到呀 你需要什么呢 现在因为开不了门是吧 陈阳 天天跟爸爸去上班 开不开心呢 开不开心 问你 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我都没有说我不开心 现在准备去上班了